今天我们来学习五年级的数学 单元期分数 首先我们来看分数的加法 减法和加法混合运算 爸爸买了六瓶果汁 爸爸已喝了一瓶 杰林喝了四分之三瓶果汁 紫杰喝了一瓶四分之三瓶 那么首先题目是 杰林和紫杰共喝了多少瓶 那么我们可以把杰林的和紫杰的加起来 那么四分之三加一瓶四分之三答案是多少呢 同学们你们能暂停做吗 你们的答案是不是 二瓶二分之一呢 同学们我们每次做分数的时候都记得要做成最减分数 那么接下来他问 他们三人共喝了多少瓶果汁 那么这是爸爸和杰林和紫杰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加二瓶二分之一 就是这里的答案 你们的答案是不是 三瓶二分之一呢 那么他再问 现在还剩多少瓶果汁 那么我们的横式要怎样写呢 六减三瓶二分之一 那么同学们你们能暂停做一下这一道题目 你们的答案是不是二瓶二分之一呢 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吗 现在我们来看分数的减法 加林考了四个派 并把其中一个派平均切成六块 加林吃了一块派 还剩多少派 那么我们就能用四减六分之一 那么四也等于三瓶六分之六 那么我们可以用三瓶六分之六来减六分之一 所以最终的答案呢 是三瓶六分之五 没错 再来我们来看B 过后加林把两个派分给郭阿姨 他还有多少个派 那么他刚刚吃了一块 所以是三瓶六分之五 减二 那么我们能分开的减 先减者数再加分数 那么三减二等于一 再加六分之五 等于一又六分之五 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吗 下表显示姜伯伯所买的三种肉类的重量 鸡肉 鱼肉和羊肉 首先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姜伯伯买了多少kg的鱼肉 那么鱼肉是比鸡肉少二又五分之一 那么我们可以用方法一跟方法二 首先我们来用方法一 将整数部分和分数部分分开进行减法运算 那么鱼肉比鸡肉少 必须要减 所以十又五分之四kg 减二又五分之一kg 那么我们能用整数跟分数分开的减 最后我们再来把答案加起来 所以得到的答案是八又五分之三 再来我们来看方法二 将带分数化为假分数 就是把我们的整数都变去假分数 五分之五十四kg减五分之十一kg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样减来慢慢的找出答案 然后再把它变回带分数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八又五分之三 同学们你们都会认为方法一和方法二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的的概念 小明把二十个蛋子的二分之一送给弟弟 弟弟有多少个蛋子 那么二十个蛋子的二分之一呢 就是有十个 那么我们来看方法一 将分子乘以整数再除以分母 没错 我们能先上乘下除 方式来找出二十的二分之一 方法二呢 就是先将分母和整数月分 再进行运算 就是用来除了再乘 没错 所以呢 我们二十的二分之一是十 那么二十的二分之一 就是等于二分之一乘以二十 同学们 你们都知道的的概念了吗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刻再见